嗨,我是Kate 最重要的是孩子求学过程中更有目标感使命感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 规划需要长期做 并且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执行跟进评估调整 再周而复始的循环 那么重点来了 升学规划的公式是 升学规划等于自我定位加目标制定加通道设计 首先自我定位咱们以前谈过 大体分为三点 就是找到你的热爱 知道你的伤长 畅想你的前景 未来你想要什么 那么接下来目标制定 这里面升学规划的目标呢 就是要结合你的自我定位 来去匹配不同学校 它的values,missions 切记 在目标制定过程中 千万不要被这个学校的受欢迎程度 排名 甚至是升学率所左右 那么最后一条通道设计 说白了就是把你的想法具体化 我们甚至需要做一个swap的分析 写下自身条件的优势跟差距 优势方面如何加大优势 那么在哪一个时间节点 我们要观察 也许孩子这一方面的优势达到了极限 我们需要停止 或调整方向 同样的知道了孩子短板在哪里后 应该如何补足呢 找到哪些资源呢 那么最后我想说的是 升学规划 实际上从三年级到十二年级 我们称之为九年 第十二年级的时候 大家已经进入了申请大学 甚至有同学在圣诞之前 已经拿到了offer 而这九年的升学规划 我们需要持续的调整 因为孩子本身是不断变化的 孩子潜力是不断被激发的 我们需要为孩子做的是 规划,评估,调整,陪伴,鼓励 有任何问题 欢迎自行Kid老师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